自由人類文明存在,就有罪案的發生 極度深寒奇案,帶你進入犯罪者的黑暗世界 大家好,歡迎回到極度深寒的晚上 今天就是討論最新發現的一宗恐怖案件 就是俄羅斯的食人罐頭夫婦 剛才我提到一個人拘捕了35歲,一個人拘捕了40多歲的女人 她的家是極度混亂的 你留意一下,很多連環殺手 除了她長時期,她家裡有個家庭生活 她家裡有些是很整齊的 你看她擺東西擺得乾乾淨淨的家 但這對夫婦的家裡是亂七八糟 亂得根本不是正常人的家 雖然我曾經去過有些人的家是這麼亂的 也沒有她亂得這麼誇張 就是把沙發放在那裡,坐不到 去她家裡撥開東西才能坐到 可能你買一盒叉燒給她吃 你放不到桌子裡,全部都是碗碟碟碟碟 我聽過一個最極端的例子在香港 有個朋友說她認識了兩夫婦做教書 她說她家裡是亂得什麼地步呢 我說有多亂呢?我去過最亂的那些 已經是整盆碗放在那裡不洗 把床亂七八糟,把所有雜物都放在那裡 她說那對夫婦是有心理問題的 她家裡好像別人的獨居婆婆 到處撿垃圾,撿到整間屋 最後就是寫柱、房屋處 出動那些人都把她家裡的東西丟掉 她說那對夫婦是高級知識分子 都是這樣的 進她家裡的時候,要撥開所有東西 撥開所有東西,推開了 你才有條路走進去 走進去,你沒辦法找到一個位置坐 她說她不知道怎樣生活 她長期買東西,買完東西不要就放在那裡 堆到她買了什麼自己都忘記做 真的有這樣的人就是存在的 說回俄羅斯這個連環殺人事件 其實在早一… 我沒記錯應該早兩年前 有一個殺手殺了很多人 七十個 她聲稱自己殺了七十個 她是專殺十幾到三十五歲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做西伯利亞毒狼 專門是奸殺的女人 這宗案件當時也很震驚 拉完這宗案件之後 變成了這宗罐頭夫婦 其實是佔據了全球所有報章的頭條 A答裡面也會看到她的報道 我們再看一看圖片 我們再說下去 她家裡還有什麼古怪的東西找到出來 我們先看看圖片 警方再查一查她的手機 和她們使用的通訊系統 發現了男人有玩交友的網站 即是那些社交網站 那些約定網站都有 於是立即調查她的戶口 和調查跟她聊天的人有沒有失蹤了 你知道俄羅斯人很喜歡喝酒 基本上你下班便喝 有知喝到晚 我常常認識俄羅斯仔和俄羅斯妹 都是這樣 不知為何是喜歡喝酒 不是普通喝兩杯微微醉的 是喝到很迷 所以在俄羅斯 始終地方又大 失蹤人口是很多的 為什麼 她說吃了二十年人 二十年都吃了幾十個 這樣也沒有線索 查到她們 可想而知 人口的管制 在那邊的流動量 和社會的狀況 是多麼有難度 可能會說 你現在出走的事很多 或者大家搬去其他地方住 都會有的 我開始說一說 還有些恐怖的事 就是 剛才我不是說 她曾經曾經去見工 她在不同的咖啡店 曾經去見工 她在不同的咖啡店 曾經去見工 她跟她們說 她覺得她很噁心 不是那一隻 但她在身上有一股臭味 每個人都認識她的人 都說她在身上有臭味 她曾經去問人 她想做肉批 怎麼做肉批 她就說 我想做些肉批 就放在咖啡店裡賣 我供應給你們 你們不用做 也問人家 那些肉在哪裡拿 又說自己的肉很漂亮 很新鮮 那個老闆就看到她 她跟她說 不用了 我們要跟別人買東西 有證據 有證據才行 不可以隨便跟她一個人買些肉批 你吃死人 哪兩個負責 就打發了她離開 其實因為不想跟她做生意 但是她自己在基地附近 確實做了一些肉罐 即肉批 賣給那些士兵 那些空軍士兵的時候 學生那些沒什麼錢 她確實真的有賣那些不少的肉類 是給那些士兵去吃的 那大家在那裡 嘩 議論紛紛 說這件事 就已經聽到 嘩 糟了 這次 如果你曾經在那裡上學 有個姐姐 很好吃的 賣了些肉批給你 你吃了幾次 那樣多划算 當你知道原來她是一個 吃人肉的人的時候 嘩 你聽到之後 你內心的心態 怎麼會不會馬上吐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她會馬上吐 但是心想 肯定說了兩個字 哎 怎麼這麼糟糕 吃了這些東西 糟糕 我們再說說 這個女人 在2010年的時候 在這個社區裡非常活動 周圍去問人 就是想做生意的 也說自己的新鮮魚做出來 又說肉在哪裡拿 但是最後來都沒有什麼店 是敢跟她做生意的 那些人在那裡問 在那裡問什麼呢 為什麼她可以在那個基地附近裡住呢 那裡是一些空軍學校 是屬於國防部的地方 為什麼她可以在那裡住得到呢 原來她以前的老公 即是她結過幾次婚的 其中有一個老公 就在基地裡做一些建築的東西 所以她有一個地方在那裡住 那最後她當然了 她離婚之後 她就自己在那裡租 繼續租住了這裡 還有她以前是做護士的 即是做過護士 不知道是不是有幫過附近的人做事 因為她還沒變成吃人狂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讓她在那裡住 但是案發的時候 其實她準備就會被人家攀走 因為她們兩個的財政狀況 其實都去到很差 那警方去現場調查的時候 周圍問空軍裡面的人 是否認識她 有沒有見過她 各方面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敢說話 都不想說話 因為怕說錯話 大佬報道出來 分成奶把 始終 她不是家屬 也不是空軍裡面 學校裡面的人 為什麼她可以在那裡住 如果查下去 應該是有人扎軍的 所以警方調查 周圍問的時候 就說這群人不說話 全部裡面的人都不說話 要靠自己慢慢去調查 附近的人見過她買東西 店舖的人也說 那個女人看下去 都挺… 就是… 是… 感谢观看